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尽少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公元1402年 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 通过发动静难之意 将自己的侄子朱永文赶下皇位 于同年7月17日登记成帝 四个月后他册封徐氏为皇后 而这个徐氏正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女 徐达一生共有四个女儿 除了长女是明成祖朱棣的人孝文皇后外 三女徐妙锦也和朱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公元1407年7月 徐皇后病逝年仅46岁 朱棣悲痛万分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一段时间过后 朱棣听闻徐皇后的妹妹徐妙锦 滋容绝力且温文贤良 便打算聘她为后 而此时的徐妙锦已经28岁 朱棣曾命内使和六上女官带着圣旨去寻找徐妙锦 徐妙锦知道朱棣是想让她当皇后 便成病不出 后来朱棣又派女官来劝 徐妙锦便倒在床上身淫不已 女官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 怎么可以不遵从呢 徐妙锦又声称自己容貌丑陋 而且有麻痕 配不上朱棣 但女官见她容貌却明艳不已 朱棣三番四次软硬相逼 逼得徐妙锦别无他法 竟最终选择了消法为宁 朱棣见她心意已决 也不好再为难她 不过至此以后 朱棣一朝都未再撤离过皇后 始料形容徐妙锦子女 心情淡薄 从不贪慕富贵 她曾给朱棣上书 称自己财不足以辅佐万岁 德不足以母仪天下 实在不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也算得上是很有性格的 习女子了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她有一个记录 服务人等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